立足家国 安博是您值得托付的房屋贷款专家 安博金融 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4月10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港闻播报 我是Cherry 两年前斯图尔特眼睁睁地看着 他的百万房产购买变成了一场噩梦 在2021年2月 他和丈夫与安大略省的建筑商 Maryman Homes签署了一份购买和销售协议 购买了一栋预建房楼花 这对夫妇通过对他们现有的汉密尔顿房屋 进行了一项家庭净资产贷款HELOC 以支付新房的16.05万加元的定金 但令斯图尔特震惊的是 到了2022年 他发现房屋的建设甚至还没有开始 他开始怀疑如果他退出交易 是否还能够拿回他的定金 他们的HELOC一直在膨胀 他们意识到自己无法偿还 所以他们去年卖掉了他们在安大略的房屋 搬到了曼尼托巴省 斯图尔特是数十名购买预建房的购房者之一 他们担心已经将定金失去给了Maryman Homes 这是一家有着财务管理不善记录的安大略省建筑商和新建项目开发商 根据住宅建筑监管局HCRA的说法 Maryman Homes的资产已于今年1月 与他们的一家债权人被送入了清算程序 这使得购房者的一生积蓄岌岌可危 根据HCRA文件显示 Maryman Homes同意建造和销售 安省的多个项目中的108栋房屋 但实际上他们只有许可证来做到这一点的七个属性 在审查他们的财务状况时 HCRA还注意到 在几个项目中来自购房者的定金资金中 1400万加元去向沉迷 这一磨难使得购房者处于情感和财务上的紧张状态 因为他们不知道Maryman Homes是否能够获得更多的融资来完成建设 或者他们的购买和销售协议 是否会在法院命令和出售过程中终止 一位专家表示 找到解决方案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目前购房者们只能处于观望的状态 在2023年5月10日 HCRA拒绝了Maryman Homes的许可证更新申请 原因是他们收到了13起消费者投诉 揭示了一种财务管理不善的模式 给消费者造成了重大困扰 一个主要的担忧是 从2016年12月到2022年4月 该建筑商在安大略省销售108栋新房 尽管HCRA只允许他们建造或销售7栋房屋 监管机构的检查发现 Maryman Homes在布兰特福附近的 Scotland地区新建项目遇到了融资问题 问题出现在Maryman违约其抵押贷款义务后 他们的贷款人追求了强制执行权 通知称 这个过程让几个购房者面临着 如果新的销售商决定终止原购买的销售协议 他们可能会失去房屋的前景 12个地块位列为强制出售 在对许可证进行更新的审查中 HCRA发现Maryman Homes收取了超过 1500万加元的定金资金 根据通知 根据购买和销售协议 定金应存放在信托账户中 作为对HCRA检查的回应 建筑商提供了其信托账户 对账单的一个编辑过的打印输出 显示该账户仅有110万加元 通知称 这就出现了一个未解释的资金消失 达1400万加元 通知称 Maryman Homes承认 并没有按照APS购买和销售协议的规定 将定金存入信托 而是声称使用这些资金 来为其他房屋的建设提供资金 2023年12月5日 HCRA暂停了Maryman Homes的许可证 一个月后 该公司与他们的贷款人 一起进入了清算程序 HCRA表示 Maryman Homes未能将他们建造建设的 大多数108套新房 注册到Tyran的保修计划中 但是即使房屋没有在保修计划中注册 购房者依然可以获得他们的定金保护 尽管不能保证 按照法律规定 建筑商必须对安大略省建造的所有新房提供保修 Tyran有责任确保新建房屋的购买者 获得他们享有的保障 但是如果建筑商无法将房屋交付给购房者 并且无法退还购房者的定金 购买者可以向Tyran提出定金退款要求 加拿大低成本航空公司西姐航空上周 因大肆宣传一种新的座位选择而受到批评 该座位选择可以让乘客将行李 放在头顶上方的行李舱中 当然这需要额外的付费 上周四 西姐航空表示将于4月10日推出扩展舒适选项 现在该航空公司的737或787飞机上 预定任何经济舱座位的乘客都可以选择升级至扩展舒适 西姐航空集团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观众 在一番声明中表示 扩展舒适位置便利 位于经济舱前部 预定扩展舒适座位可享受以下福利 具有额外的腿部空间的座椅优先登机 提前使用头顶上方的行李舱 抵达后更快下机 经济舱前部的一个独特区域 机上服务期间的免费酒精饮料 西姐航空发言人解释 升级扩展舒适价格起价为30元 但可能会根据出发地和目的地 购买的票价组合 旅行日期和座位位置而有所不同 许多加拿大人在社交媒体上 对新的座位选择表达了不满 并且指责该航空公司继续向乘客收取更多的费用 有些人认为这个想法太荒谬了 足以成为愚人节的一个笑话 Instagram上一篇关于座位的帖子上的另一条评论写道 这只是又一次为了抢钱而做的事 为什么我要为这种服务付费 他们从我的钱里得到了足够的钱 Instagram上的另一位评论者补充道 很好 很快我们就会为呼吸的空气付费 作为回应 西街航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 他们依然致力于提高加拿大航空旅行的负担能力 该航空公司表示 去年我们透露了在我们的飞机上改进作为供应的计划 使我们能够灵活地满足加拿大人的多样化需求 扩展舒适的推出符合这一战略 并确保加拿大人有权选择最适合其旅行要求和预算的旅行选择 魁北克省长弗朗索瓦·勒戈特在周二加大了对联邦政府的压力威胁要救难民过多问题举行公投 勒戈特告诉记者 虽然发起全民公投不在他政府的短期计划中 但他暗示如果总理贾斯丁·特鲁多不能满足魁北克对移民问题提出的要求 情况可能会改变 在三月份两位领导人的会晤中特鲁多拒绝了勒戈特要求魁北克政府拥有控制谁能移民到该省的全部权利的要求 但勒戈特表示 总理在移民问题的其他事项上明明表现出了相当多的开放性 并且两人将在6月30日之前再次会面 勒戈特表示 魁北克省的56版临时移民正是社会服务紧张并危及法语的存亡 他说绝大多数魁北克人都同意他的看法 移民问题在两个政府之间一直存在争议 今年早些时候 省长写信给特鲁多谈及涌入魁北克的寻求庇护者 近年来该省吸引了不成比例的份额 去年来到加拿大的14.4万寻求庇护者中 超过6.5万人都去了魁省 勒戈特表示 魁北克在谈判中的筹码是得到人民的支持 并补充说是否会就该问题发起公投 取决于特鲁多是否给予该省更多的处理移民问题的权利 勒戈特没有透露魁北克人要求投票的具体问题 温哥华市中心的一位妈妈 在查看门铃摄像头的录像后 有了不安全的感觉 不少人试图打开他家的房门 Sabrina最近向Daily Health分享了一段 来自他的门铃玩摄像头的视频 显示许多人试图扭动他们家的门把手 她说这个街区曾经非常可爱 但现在散步或带狗出去都需要四处张望 Sabrina是非营利动物慈善机构的一名志愿者摄影师 她和她的家人在Perset Street和Hobby Street居住了11年 这里是她家庭拥有的地方 Sabrina和她的家人住在一栋三层的连排别墅中 举称自从耶鲁镇OPS设立的洛克点搬到她家附近地方后 她家附近的人流量有所增加 Sabrina分享的视频显示 各种各样的人来到她家门口检查她的门锁 但幸运的是没有成功地闯入世界 摄像头拍到人们拿着她的门垫走开 其他人试图扭动把手 有些人看起来可能只是迷路了 视频以及平时的经历让Sabrina一家感到不安 Sabrina说 我们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 在每层楼安装适当的玻璃 警报系统和摄像头 Sabrina表示 我们经历过无法离开的经历 因为有吸毒者把车停在我们门外 幸运的是我们女儿在家的时候没有 此外Sabrina表示 我们的巷子里总是有人开枪 而那条巷子是通往我们停车场的唯一通道 Sabrina一直考虑搬家 但现在房市状态不佳 因此Sabrina说 由于利率如此之高 而且市场又处于现在的现状 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 你永远都无法想象 当你在浏览二手网站寻找出租房源时 能够看到些什么 那些浏览Facebook Marketplace Cracklist等网站的民众 常常会看到一些非常规的出租房源 比如三个人的通铺 楼梯顶部的狭小空间 或者是厨房中的床铺 上周末 一个令人震惊的房源在社交媒体上流传 因为房东上传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有一个人睡在带租房间的床铺上 由于是出租房源 那个人估计是一名租客 发帖者表示 贫民窟的房东现在上传熟税的租库的照片 来宣传他们的租金 我简直无言以对 我该从哪里开始呢 发帖者写道 我一开始不想发布这个 因为这是对房客的公然不尊重 但我认为这只是表明这些怪异的房东 现在有多么的疯狂 绝对是疯了 这已经不仅仅是租金的问题 租住在这些贫民窟房东的房子里 你将没有任何的权利隐私或尊重 甚至在你睡觉的时候 简直令人发指 广告表示 房间租金为每人500家元 并住民旗靠近布兰普顿的 Sheriton College和公交站 广告引发了很多人对此房东的质疑 其中大多数人担心租户的隐私权 有人问 这种摄影合法吗 这不会违反人权或隐私法吗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闻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大家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